水餐烟火空中绽放 7月初澎湖花火节旅游正航 除了看烟火旅行社套装行程 水上活动不能少 还有这个特色海洋牧场 以及玄武岩警官 三天两夜套装行程狂销 我们现在目前飞澎湖的都已经满了耶 暑假往返离岛机票住宿 一味难求澎湖搭上花火节档期 相对于金门马祖团费 跟去年同期贵了些 上述行程规划三天两夜之旅 住四星饭店 去年要价约八千到一万元 但今年暑假同样规格 却要价九千到一万两千元 平均上涨一成 而金门马祖跟去年相比 团费变动不大 约七到九千元就能出游 澎湖贵都贵在住宿 原本行驶东南亚旅游 世界级豪华游轮即将独步全球 以基隆港为母港 台澎机马跳导游 旅行社跟游轮合作 解决住宿问题 破万元总统套房 以及皇宫套房 短短两小时就破一千七百人预约 就是报复性的一个消费的情况下 那其实说大家有折扣数其实变少了 那大家所以说大家会对于消费者而言 会觉得说价钱是不是变贵了 会有这种错觉的产生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 大家闷坏 本岛人往里岛冲 森多粥少价格往上标 民众出游 还得电电自己荷包 三星王朝伟 李安宝 台北报道